晚间七点整我们赶快来关注的是油价 要加油的民众可能您要再等等了 因为下个星期一油价每公升要调降0.5块钱 今年4月2号我们还记得中油说 因为国际油价持续飙高不堪亏损 所以呢中油的油价一次涨足了三元 连带影响到的就是物价波动全部都涨齐了 想不到呢最后油价竟然是连续十个星期 油价都是往下跌 甚至这个油价现在比涨价之前还要低 只是呢已经应声而涨的物资 现在根本就回不去了 交易战不见周末排队人潮 原来民众都在忍赛白衣来加油 每公升可以便宜五毛钱 像是92无线汽油目前是32元 11号开始的价格则是31.5元 看看这油价调涨前后的变化 4月1号涨价前一天92汽油每公升是31.7元 隔天一次涨足3元 没想到接下来连十个礼拜每周都跌 下周一每公升价格比当初四月调涨前还要低0.2元 这与当初中油预期国际油价将会狂奔不回头的状况 无疑是被甩了一发掌 为什么当初要一次涨那么多然后再慢慢的调降 对所有的消费者来讲的话都会有影响心里面都会有影响到 不要太吵出来就是做这样的决策 当时中油要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他一定是经过相当大的考虑 如果你自己本身也看了同样资料的话 我相信你的决策跟他也不会差太远 陈冲帮忙缓加却缓不了民众的担忧 四月份民生物资跟随油价应声而涨 油跌却不见任何的波动 棘手问题还没解决 此时中油又抛出下半年国际油价可能会反弹 民众担忧生活更加困苦 因为油会带动很多他周遭的产品的东西 他会跟着一起涨 就会担心后半年 对对对还是会担心 签一法动全身 想要稳住物价政府拼命开会找药方 却忘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一堆冰冷的数据而已 东新闻杨森 吕世奇在Tableau